您的事就此打住 我还得求那件事 您那就当从来没见过 你千万别把我牵连你 行吗 行行行 怎么样 有效果了 还真是你心的 给你出狗气呀 花姐 咱就把那封信收回来 就说是误会了 就算是误会 现在也不能收手啊 我不想打官司 这样会把高大上逼疯的 以后就没机会跟他和好了 妹妹 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 多伤感情啊 我现在确实有点后悔了 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 你不用去 我去把信撤回来 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写一遍 我打官司用 还要打官司啊 布律师 我觉得这个事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他都刚到我头上 我能不多想吗 这给我的信誉造成多大伤害 你知道吗 我回去我好好试试他 批评他一下 我让他把那个告状信啊收回来 然后我再给你写个证明 证明你是清白的 你看这样行吗 这个勉强可以 但是你还是要给我写个证明 证明咱们俩是清白的 万一我要打官司 你还要上法庭给我作证 这 这 这又写什么证明啊 咱俩别人也就是清理的嘛 高大尚 你是要站在正义一方 还是要被情感绑架 我说这个 别这个那个默默唧唧 你到底写不写啊 你别去说话去机关键 弄到别人脑子都乱了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啊 喂 什么 阿帅帅说想死我了 这熊孩子怎么说话呢 他爸活得很活得 还想死了呢 那行 那我马上回去啊 是是是 别别啊 高大尚别逼我讲粗话 以后假装打电话的时候 把屏幕挡实了 白长得那么大一张脸 我儿子真想我了 我儿子真想我了 圣圣 圣圣爸爸回来了 二位 看吧 这些证词证明我是清白的 哦 那也不用了 那个信已经撤回去了 那我们误会的 说声误会就算完了 那你还想怎样啊 发个声明 没事也别有事 难道你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诚向你道歉 以后我有做改制 无做加冥 老公 你是不是特烦我呀 在改章之前 我特别想赶紧把这个婚礼了 我一分一周都不想多待 我就想跟过去的生活说拜拜 可是 那个刚一针砸下去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砸在我那个休息脏上了 老公 我再不犯你心病了 我再也不怀疑你了 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我想好好地跟你过日子 我想好好地照顾你 说真的吧 我还挺后悔的 老公 我好后悔啊 我还后悔 我还后悔 你不算是耍流氓了吗 我这样抱着你不算是耍流氓了吗 如果复婚就不算是耍流氓了吗 那咱俩复婚吧 你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你真心真意提出来的 我真心真意提出来的 就今天 马上 那我查查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我查查娘的什么日子 明正局还有半个小时下班 马丁跟证 走走走走 下来就去 走 走走 快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不 怎么是你们两个 你们来干什么呀 我们俩要复婚 你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问你们 把我都当什么了 当你们家呀 你们说得就离 你们说得就结 是不是啊 大哥 您别生气啊 再说了您不是 已经把合级背队都已经全合了吗 我们又多增加一队 走好啊 我们保证 这一次复合之后 全不在理了 我们这次真的是认真的 一段之前不认识我们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们呢 你们对我打击太大了 让我们有一点成就感 我不需要你们俩 晓得吧 不需要你们来增加我的业绩 求你了 大哥 你就帮帮忙你 不 不可能晓得了 走吧 不走 我走 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 你再出炉呢 你去去去去 你吐嘴你晓得吧 哎呦 好吧 再找遍了吗 再来 行了 谢谢啊 太他妈失败了 高大夫 副理事 我正从你未来 单身了就享入灰飞了 男人呢都一路火色 不单身也享入灰飞 不过我现在也不是担心的 这么快就有新人了 你只带着备用胎呢 什么备用胎 我复婚呢 客胎补上了 什么时候 15个小时以前 你们有病吧 有啊 离不开的病 他缺癌 你缺癌骨头有问题 是什么缺癌 我那是宽容 人上也是婚的一部分 你想想 虽然我老婆多疑 那我是不相信人 听着人烦了 但是他动机是火的 那说明他不想失去我 他爱我 不想失去就是爱你 他爱你们家大衣柜吗 别人随便搬走他让吗 哎呀 不用 不用 那你听我说啊 你的意思是 他把我当家居了 我的意思是 他有可能把你当成私有财产 不可能 哎呀 不用 不用我呀 好好好 你听我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之间 真的是有感情的 我正式又请你 参加我们的二同年龄 你想什么呢你 他这么一闹 别人都认为是我 破坏了你们俩的婚姻 你们俩一转身 拜堂入洞房了 我不成了当代的 逗我小白菜了吗 我 你怎么是杜云小白的 你再碰我 我就暴力了 好好好 我都是杜云堡理事 我不过来你了 你听我说 你能等一下吗 不是 我代表我们两口呢 正式跟你道个歉啊 你那个告状信 不是我老婆写的 是她同事写的 而且我们都要回来了 环境清白了 这个钱 我同你道跟你说说 对不起行吗 不是 你不能同你道 你就是在 在 你推我一掌也受不了啊 对吧 你就消消火啊 你说我们复会呢 总是要被作疯了 何律师 你懂吗 你 你是有点气度吗 何律师 学理护士啊 哎呀 怎么啦这是啊 你可算来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发更新你也不回 警察都没有被照了 你现在休息室 被洗劫一空 这不警车都来了 这柜子里 除了文件资料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有一个存值啊 你存值怎么不放家里啊 家里不安全 这方便嘛 存值上有多少钱 九十 多块 九十几块啊 九十七块多 我记不清了 差不多了吧 青山同志啊 你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在这儿签个字 嗯 辛苦了 你好爸爸 我们帮一个挂施 大叔你没事吧 还对啊 对不起姑娘 我有点着急 我那个存值还丢的 全部家当都在那儿 能不能理解一下 我都排了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理解 那个 能不能这样 我给你一百块钱 排队费 那两百也行 可以可以 谢谢啊 给我搬一个挂石 谢谢啊 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前数手名手 应该是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八 可以了 你们都不傻 这一点啊 谢谢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这一点 好 好 喂 是高大上吗 对 是高大上的 你等一下啊 老公 变化 不是 他等一下我正在换衣服呢 他正在换衣服 我呀 我是他爱人 你说 好 我是派出所的 他丢的存汁已经找到了 九十多万存款没丢失 哎 依然 你什么情况 完全不在状态啊 他背着我偷藏九十多万 多少 九十多万 他要干什么 哎 依然 你什么情况 完全不在状态啊 他背着我偷藏九十多万 他背着我偷藏九十多万 我百分之百的保证 他这笔钱拿着去一定是养女人的 就说他跟那个女律师没一腿吧 那一定是有想法的 你还让我把告状信收回来 我一点没委屈他们 华姐 要真的是这样 我绝不跟他再过下去 我还就不信 没有王法了 我还真就跟那个女律师叫上劲了 你不用找思佳侦探 我亲自去 好 胡适小姐 稍等一下 请问一下 高大夫在吗 高大夫 就是这个王牌医师 高大夫 他开会去了 上哪里还会 你还在有电 在马尔 唯一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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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包子 一会儿多分点 我给你说点事 什么事儿 学生没问题 赶紧来临海酒店 你留了这么大一笔钱 他不知道 离婚的时候你也没说 不是 我们离婚的时候 就都在企图上很草税 很仓促 没来得及说 结果能到现在 反而不敢说了 离婚的时候 你隐藏了九十多万 这在法律上就叫隐秘财产 你知道吗 不不不不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我不是存心有隐秘的 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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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 好 你接着说吧 秘 我不是存心有隐秘财产的 我当时想法很单准 就是他给我闹的 离开三家医院之后 我去了很多家那种私人医院 待得不是很痛快 我就一直有个梦想 想自己开一家医院 哪怕是小诊所也行 既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又能给他一个意外惊喜 其实初衷就这么简单 那你跟他说实话吗 两个人一起实现梦想 那多有意义啊 我倒是想了 他大熟大脚惯了 这个钱放在他手里 挑不买奢侈品 肯定又是买股票 或者是买房子了 还实现梦想做梦吧 那就是 别拿梦想说事 不管怎么说 你跟他离婚时 就不应该隐匿这笔财产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是故意隐匿这些财产 说对了 什么 没事你接着说 我不是故意隐匿财产的 其实啊 我那个钱啊 也是自己一点一点辛苦挣的 跟他也没关系 你自己挣的 那也算是你们俩的 婚后财产 你不能独自处理这笔钱 我没有独自处理啊 我就是想开个医院 开个医院不也是为了多挣钱吗 不也是为了老婆孩子吗 行 你们家的破事 我也不想听 回去把存在给你老婆 跟他实话实说吧 我现在在跟他说 就很被动了 他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 上头 我一跟他说完本来没事 这一下肯定鸡飞狗跳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有办法我还跟你商量什么 他现在肯定对我还很怀疑 我发现这个信任啊 就跟一张白纸似的 弄住了容易 否判了很难 是的 隐藏九十多万 那可不是个小数 还美容医生这么挣钱呢 什么呀 我那是省区间 又兔兔摸摸一点点 催你的 你平静点 你喊什么冲我喊什么呀 马上就要上台演讲了 你先看一下演讲稿吧 我 我都忘了那看什么了 毅然 走走走 你好 我们的朋友坐在你们酒店 就是没有告诉我们房间号码 我没联系不上 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 那你能报一下他们名字吗 我这边帮您查一下好吗 好 报小雷 高大厦 新沙板 这边是 登记的是二七零六房 开的是终点房 登记客人姓名是高大厦 什么 大家都清楚 现在一个一般的医生挂号费 也就几块钱 一个专家挂号费 也就几十块钱 大家都觉得贵 可是大家想一想 现在修一双破皮鞋 也要十几块钱 洗一台车也要几十 大家觉得这个便宜 我就奇怪啊 你说修破皮鞋修车 哪都比修人还贵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患关系啊 最重要的还是沟通不够 是吧 大家对这个 什么事 对不起啊 你私藏的九十多万 到底怎么回事 依然 有事不得他回家说话 开会 你个大骗子 说话要讲话要讲话 依然你冷静点 你没法冷静 这是在派小品吧 好 好 这钱是给你留的吧 暴力师你先回避这 这这这这这这我老婆 没事我我自己来处理 慢点快走 你们休息不行吗 说 你外边还有谁 今天你把我话 清清楚楚给我说明白 你让我死也死了明白 对不起 我那个耽误大家几分钟啊 你让我求你了 你在外边给我留点脸行吗 你不要脸 我给你留什么脸 你到底有骗我到什么时候你 你疯了吗你啊 有什么不能回家说去 你这样怎么给你过日子 谁愿意给你过呀 你每天晚上假不假事的回去 白天你偷偷摸摸 跟别的女人在外边 开中点房你 你个王八蛋你 你后悔了吧 你现在回来想跟我分财产 是不是 你卑鄙你我死 你混蛋搞大伤 是不是 你不然要解释 晓芸 别逼我 你是不是非要逼着咱俩离婚 离婚 你叫理 爹 好了好了 再婚送新婚 祝福你们啊 以后千万不要再闹了 好吗 谢谢啊 好 再见 哎呀 又劝赫了一对很有成就感啊 祖三的鸟儿 曾算对 鹿水青山 代下 不不 你们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你们为什么又来了呀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出来 扣子好了 扣子好了 你们不要动手好了 不要动手 剧的都会不动手 你们坐你们坐好吧 我跟你们搬二位起来好了 不是 你们带照片了吗 带了 好 我忙着给你拿那根针啊 拿那根针 快呀 好 我去洗澡了 你不要喊好了 带照片了吗 这个没有了 先看这一招 高大上 燕面正身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房子归他 财险归他 孩子归他 这又归我 高风浪接 好 马上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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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好 一一仔 燕面正身 你也想好了 我想好了 孩子归我 房子归我 财产归我 其他感情权归他 同情大理 好好好 马上干擦 我请问你们以后 别让我再见到您好吗 你们让我很失败 你们小不安 真的求你不要再找我了 好不好 求求你们了 来到尽头 伏随难缩 爱悠悠 恨悠悠 每个药都无法满流 在游夏天的温柔 给妈 我的这个血型脏 快要爆炸了 就给你做火箭 俯虫大海 迷什么两样 我为老婆孩子 要存那点钱 这有什么错 女人为什么 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呢 高大夫 请进 高大夫啊 那个非要告你 把她整成吸烂鼻子的女的 现在不告了 包律师跟她协商呢 留个书面的东西 为证就可以了 放心了吧 过去了 不是 你这状态不行啊 要不这样吧 你先休息几天 别休息了院长 最近 又是老婆闹又是医闹的 给医院添了不少麻烦 我看干脆 我引救辞职吧 什 什么 引救辞职 想你都别想 引救可以 辞职不行 我给医院添了这么多麻烦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高大夫啊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吧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从私人感情上来说 你是我的男闺闻 从工作关系上来说 我搭台里唱戏的嘛 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海啊 要不这样吧 我呀算你带心休假 有什么事儿 医院帮你顶着 怎么可以吸的呀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晚上你在这儿住都行 这医院不合适 我还是出去找房子吧 随你便 但是 辞职不可以 走 我看这医院 有什么事儿 这医院 你自己也想要 咱们就找了 他 你才会来 看得到 高大哥 老板娘 那位 莫律师 你们怎么哪儿了 说实话 我现在真不愿意 到你们医院来 我从医院走廊一过 所有的人 都按第三者的礼于 刷刷刷地给我行注目礼 尤其是你们女院长为首的女同事 不管多大岁数 都跟我泡了他们老公似的 我都能闷到醋味 你也别往心里去 回头往后后给他们解释解释 你倒霉就倒霉在爱解释上 这种事越描越黑 你就应该不解释 不理睬 不在乎 不要脸 我还不要脸啊 说得心灵鸡汤一点 我不是说你不要脸 就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你这是没脸在这儿干了 要回家了 回什么家 家都离了 这次真离了 院长让我好好休息几天 安顿一下 你太累了 也该谢谢了 回房别等我了啊 好 高大哥 你去哪儿啊 我送你啊 不用不用 我去看看房子 我刚才联系了一个房屋中介 你在租房子 我跟你介绍一个好的吧 两居室特别宽敞 一个月租金一千五百块 多便宜啊 合租的 我都已经快混成乙族了 几个人合租啊 就两个人 一个房东 一个租客 跟你一样都是离婚男人 那梁师姨一听不已经有两个人了 我住厅吗 不是 那个租客呢 拖欠房租 他马上就要搬走了 哎呀 不多说了 我带你去看看 走走走 你说咱俩在这儿掰吃半天了 也没什么用 你呢 也别太较真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咱就算了吧 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 你说算了就算了 什么都你说了算是吧 那当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合适不是也你说的吗 你还说你就喜欢我这类型 就嫌我瘦了点 真的这半年对我啥都没干 净怎肥了 我这是为你好 你这看我这条件 啊 就这个 我这不是担心你将来跟着我遭罪吗 那我嫌弃你了吗 对 你是没嫌弃我 我自己嫌弃我自己行不行啊 我自己不嫌弃你自己呀 钢子 我喜欢你我就不图你有钱没钱 我喜欢你的潇洒 可有男人味吧 你知道我最需要啥吗 你最需要啥 需要爱 啥意思 反正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咋啦嘿 来 你不顺略点不知ada 怎么不说有缘千里来下回呢 这事不能那么消极 你要我真能量正能量就行 好 小剑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高大哥 这是房东郝小剑 哥们儿这是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你本身是乱的 你好你好你好 给你添麻烦了啊 你没给我添什么麻烦 高大哥呢想租你这个房子 他非常地符合你的条件 离异啊 单身 还有付得起房租还是个难的 轮阻塞了呢 当然葛大夫想让我们进去去啊 高大哥 来 进来哥哥 小剑 你带高大哥探班一下 没事没事 这是个厅 这是一间房 我住的 那还有一间房 这厨房 卫生间在门口 刚进门这个地方 这怎么回事 这和女的合作啊 这多不方便啊 可算女儿啊 这金鸡刚女朋友阿美 金鸡刚 金鸡刚 还想想喊什么呀 喊什么呀 你又换女朋友了 你再换 你 来 找我的 他是来看房子 挺好 病人喜欢爱心觉罗金鸡刚 爱心觉罗是我的祖姓 您可以叫我鸡刚或者刚子都行 幸亏幸亏 幸亏 我叫高大上 高大的高 高大的大 高上的上 这名字好 还都知道什么意思 好什么好 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 我住哪个房间 没房间了 郝小剑 你不是说金鸡刚要搬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搬走了 咱不都说好了吗 这房租拖两月 你这往外粘我呢 他是惠芳姐带来的 我就跟他发发牢骚 谁叫他真信了 别闪开 什么叫我真信了 不是你说的吗 他还交不起房租你 把东西全部扔出去 嘿 郝小剑 我是差你那两个月房租了 是怎么着啊 你还把我东西都扔出去 咱不再这么歹毒的啊 关键是我真的扔了吗 我就这么说就不行吗 你要住 那就住客厅 只能睡沙发 我不睡沙发 这 沙发怎么睡啊 那没办法 客厅 一个月一千五 客厅 你还要一个月一千五 你穷疯了 脑子把瘫了脑 那就不租了吧 对不对 我决定租了 一个月一千五名问题啊 客厅你也住得惯吗 我现在哪有资格 口律住得惯也住不惯 我只能考虑我住得起住不起啊 好啊 高大哥 投两个月的房租 给我就可以了 你说中介费啊 他欠我酒吧的饭钱没给 慧光姐 不带你这样的 你这不等于变相讨债吗 钢子 快点啊 你这是 为什么迷了婚啊 出轨了 谁出轨了 咱俩熟嘛 你怎么这么说话 钢子 你烦不烦啊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习惯性出轨 坏女朋友比坏衣服还勤啊 身边一个犯贱的 远传有思念的 还有一帮子 没事儿嫌扯蛋 阿美在我房间的小声点儿 阿美撒丁了 丁啊 阿美 我说不知道你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 你 你别听她在这儿白话 她满嘴抛火车 你拉倒吧 你才满嘴抛火车呢 我问你 谁是犯贱的 谁是思念的 谁是扯蛋的 你说 阿美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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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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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别笑了 你不是要弄金球的吗 你脸是 怎么啦 你吃饭不应该给钱 这不一样一马归一马 什么叫一马归一马 你钱给你 你这房钱房钱 房钱不是钱啊 房钱不是钱 我单身居住的日子 就这么开始了 我万万没想到 和两个这么不靠谱的 单身男青年合住在一起 而且后边发生了那么多 让我哭笑不得的故事 其实 我从来没有放弃 想和我前妻重归于好的念头 我天天梦想着 回到我儿子身边 回到我熟悉的家里 你猜谁搬到你家队门住了 没兴趣 高大上 花痴样 谁花痴啦 我呢 是觉得她现在无家可归 仅仅是动了侧影之心 你把侧影二子去了 是动了心吧 说真的 她的生活全乱满了 我 无缘无故地就招了病毒了 你也离她远点 别去烫那浑水 没有 我真的觉得她挺可怜的 还让她住客厅 也不知道她住得习不习惯 谢谢大家 这引屉不二 你们 Huh 我觉得有个衣服 欣赏 我что forget 这欧衣服 这 Ο 運夫 年轻人 着Sen 不是一次两次了 谁啊 喝茶 喝茶 尝尝 来 你找谁啊 我找高达尚 帅头头头头 哎呀 叶人 来来来 提我啊你 这么沉的 来来来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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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房东 侯晓健 这是我老婆依然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另一个室友 金几冈 冈子 来来来 起来起来 这是你 前嫂子 你住这儿 你们认识啊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吧 对 见过一次 不是 你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 都已经离了亏了你 干什么对我这么关心啊 这几天大扫除 本来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打算扔了的 但是我想想 还是给你拿来了 对了 还有一把家里的钥匙 你得还给我吧 干什么呀 我还得回去看小帅呢 看小帅要跟我协商 你安心在这儿住吧 以后那个家 永远不属于你了 钥匙 那我走了啊 再见 拜拜 单总 我 女人心 天上云真是拍不透啊 这倒没事 真是左团都变我来了 让你们笑话了 这不明白了 你说我一个标准的闲夫良夫 我招谁惹谁了 你们是知道 我老婆那个人啊 病人她就多疑 结果不知道是哪个乌龟王八蛋 天天闲那摩事干 在网上整了一个 丈夫出轨评估表 我老婆就看了她还吸引了 天天拿着那个丈夫出轨评估表 对照我有什么出轨症状 这还不犯 还请了一个林医者 当那个森林侦探 天天跟踪调查我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尿都有啊 你说这都什么林啊 怎么什么圈子都干的 我要知道是哪两个 乌龟王八蛋干的 我非给她大破相了不可 然后我再给她们整容 我还不好好整 我给她们整成 狗疼喉叻 我让她们出不了门 让她们当坏人一会儿 陈略 就得见你 不要 倒得干 然后另一边 快 patch吧 怎么了 他这是要常住啊 常住怎么了 给钱就行 一长梦多呀 听不懂 你想想啊 他老婆 是按照你那个丈夫出轨评估表 怀疑他外面有事的对吧 然后他又雇我去调查他的行踪 他要是知道他现在这倒霉样 是咱俩害的 咱俩是幕后黑手 他能饶不了咱俩吗 那他不得掐死咱们俩呀 眼里放火白天偷渡的 咱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让他搬走啊 当然他现在明摆着就不走啊 没关系 想办法呀 折磨他 折腾他 让他自己住不下去了主动搬走 好 具体 你负责想一想怎么来提高房价 我负责想想 怎么故意犯人 你不用顾虑就挺犯人的 你说我说真事 说 反正咱俩得让他自己住不下去 主动搬走就OK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说让你房子 是吗 你别没关系 你做这个事 我说你听不懂的